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跟从的一个条例 民政署两年之后交个报告上联合国 但条例本身都是原则性的东西 当然是讲平等参与这些东西 但不是认真具体的 有些地方其实都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我们香港说是参与和承认 都很基本 但实际上我们落实的时候是怎样呢 比如说香港的智能艺术 基本上只有一间机构在搞 这间机构就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 所以小猫就没有什么好吃 所以瘦了很多 规模极小 两三年前搞了一个国际性的公用智能 但是说很成功拿到立法会的时候 之后我们问他什么时候再搞 不知道 未有打算 其实说是天下无敌 落实的时候真的无能为力 最重要的是一个部门推另一个部门 藝術发展的就说 这些是复康的东西 复康不是的 这些是艺术 那他变成孤儿子了 但是反而外国很多地方 可能就是两边都拿钱 所以都很不同 也好 说回钱那里 我会看到 譬如残疾人士的体育是很多钱 残奥会 残疾人士的体育协会 弱智人士的体育协会 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长远的funding 每年都有 相对 其实相对于艺术 体育就多些钱 是 但其实体育也不是很多钱 说真的 如果你看到 我们在立法会的时候 也都问 就是 苏华卫拿了金牌 以及 金布 拿了金牌 大家是欠十倍的 十倍 他们原来连连运动的衣服 都会找不同的机构责任 正式我运的那些 是大公司 是 二线的 是责任 特传奥运 特传奥运 残奥 其实也是有一个歧视 这是很明显的 政府的事情 好像体育 有奖牌 拿了 有些分額 会多些 我只是想说 艺术 如何评定 去试金牌艺术 或者银牌 或者铜牌 没有的 因为他觉得艺术是没用的东西 你想想现在 整个大气候 不仅是展能艺术的问题 你看看香港的文化政策在哪 是什么 没有人说到 艺术是没有邮业来的 在香港来说 是的 建一个西九的片 就是说 我们要发展这个创意的事业 经济 其实是地产 是的 全是有钱 但是艺术就是不能用钱挂勾的东西 而且你说体育的发展 也很有趣 因为 譬如你去特殊学校看的话 体育是很强去训练的 因为那是肌肉的训练 也是说服康的部门 因为属于很清楚 因此 刚好就发现 原来有些很厉害的 可以 就搞一些东西 就栽培他 就是这样 所以就很不同了 但是艺术就 就是他们看不到 它里面那种 当然现在我们开始很聪明 我们进去教那些 会写 就会跳舞 就是大机 就是 画画就是小机 或者起码会讲到 就是跟那些老师讲的时候 知道那些老师不太相信的时候 就讲一下 那我们自己抄 因为那些老师看都会这样看的 很好啊 你跟他摺子 原来其实都可以训练他手机 那我们记得了 下次我们就这样跟那些老师讲 就是这样 用这些方法 或者说这个游戏就有专注力 就是你都要套这些东西下去 那些老师才会比较容易接受的 这样 所以其实整体的概念 我们是很落后的 就是说那些大原则 我们个个都说贊成 就是共用有谁不贊成 平等有谁不贊成 因为 但是其实在背后怎么去推行他的时候 其实我们根本是落后到极 我们还在想这些是弱者 这些是需要服务服务的 怎么会想到他们可以去追求却月 怎么会想到他们有个艺术的发展空间 完全不是考虑那些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芬蘭拍片的时候 就会发现多一件事 就是芬蘭的艺术家 就是展览艺术家 他们在芬蘭政府会请一个助手席 帮他一起去做那件事 就是他们那个政府里面有一个部门 是专举展览艺术的 就是看到那个东西就是很不同的 就是他真的当艺术是一个是有价值的东西 而不是一些就是 你刚才所说的 哎 找不到钱就不是这样 我反而这个我觉得是个人的 就是我们究竟怎样可以令到 就是如果你说跳舞 我当然是看王庭林 就怎样会看芬蘭的艺术家 就是一般人抱着这个想法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怎样令到那些人可以看到 其实那个芬蘭的艺术家 本身他自己有的那种艺术的草藝那种天分 就是他就算他的脚可能有些事的时候 他怎样用其他的地方去指现了他的能力出来 我们可以转一转的角度去看 跳舞不是只有一种看法的 就是在商场人士的 他有很多很特殊的能力 是可以看得到他可能很厉害的 譬如我刚才都会跟你讲到 大家去做 playback 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就是 原来明哥他记性是好到没得定的 就是三十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workshop 就是说完一圈 就是打叫什么名 就是完全记得了 连动作都记得的 就是那种不同 就是真的不同能力的人士 就是我完全做不到 我记得三个四个 我记完了已经 哎呀 乱了的人 但是明哥就记得了 就是你看到就是这样 那些不同能力 那些就是 那些很有趣 就是我们讲的是 那个残疾的定义 或者那个概念 其实一直要有转变 那就是随着这个公约 现在在香港推广了实施了 那其实就是劳福国有做事的 他给了分定社团和复康联会 现在在搞一个 就是入学校做的一些 戏剧教育的工作坊 那我就很幸运了 我们的剧团啦啦隊 就是可以投资去承办啦 那我们就聘请了14个演员 那14个演员里面呢 有12位朋友呢 就是拿着香港有效的 撑着人士征 那样的那样 那我们里面有一些 坐轮兴的朋友 有一些竞联的朋友 有智障的朋友 有智障的朋友 有失明的朋友 本来有一位听障的朋友 但是他后来因为 就要开工了 所以他就参与不了我们的演出 那我们每次就有四位演员 就出去学校表演 那我们一直在说的那样东西 就是我们不是去说 公约些什么 就是你逐条拿出来说 悶死的 学生惨你很傻 就是刚才张超雄说的那些 就是那个概念是一定要 就是你fit它没用的 就是香港所有的教育都是这样 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呈现它的生活 那我们在说 譬如坐轮兴的朋友 两个朋友一起去搭巴士 哦 那就糟了 很困难 就不能够两个朋友一起坐车 那你就要先去 一个钟后再来 因为要等四班车才有一架 那我们就会问同学 喂 你和朋友去街 这样回去坐得不行 不行 那我们就在说 其实人权那样东西 就是平等的机会 就不是一些特权 就是坐在一起 如果两个人都不行 是啊 我们说了 失明的朋友拍不了拖 一定长期有电灯膽 但是他又感受不到光 是啊 是啊 但是我们另外想说的是 其实如果我们看通了那样东西 他不用眼看东西而已 但是他全身都是眼睛 他的像是他的眼睛 他不是用脚走路 他只是用车走路 我们现在灌输给同学的想法就是 你当他生出来 其实他的车就是他的脚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他应不应该可以 去到你去到的地方 就是他应不应该要走后门 或者那些很危险的货车 就是才可以去看一场戏 还有他可不可以有选择 那我们现在就去这些方向去说 就是那种的 因为公友里面最说的 其中一件事 是我们现在拿着说的 就是尊重他那个个人特色的差异 这个是他的特色 他是这样的 就不是想去改变他 就是不是 因为我经常觉得复匡这个概念是很有趣的 主流化 对 还有不是一枝张的朋友怎么复匡 他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可以变了他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们都逼他跟我们去做 是啊 是啊 好 不如先聊到这么多 我们第三节再来聊好吗 好 你怎么没人 是 你怎么没人 也不能复匡 东西